去年9月机车骑士为了闪避公车跟货车发生擦撞 才20岁的医学系女学生当场被车轮碾过命丧人下 会引发车祸的原因就是公车站停满围停计程车 想超车引发汗事 根据统计每年有高达350万件车辆围停遭取缔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酿货 交通部将扩大针对新北市台中市 事办公车停靠处、计程车排班处 以相机、感应监测器等科技设备加强取缔交通违规 以板桥这条机车停车道为例 为了杜绝计程车围停 将在既有的监视器上增加感应监测 只要车停超过三分钟不动就开阀 三分钟我们一样有少到有车辆还在那边 我们一样会在拍 如果一样车排便是符合 跟第一张照片是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收集只要就会高发的动作 7月份桃园内力火车站为了让搭公车民众上下车更安全 设立的自动拍照举发仪器也成功疏解周边交通堵塞 万里隧道区间测速超速比例 也从4月份的13.9%降到1.47% 新北台中最快12月开始取地 承受好还要扩大范围 要用科技执法抢救用入人的安全 杨广新闻综合报道